有条件行动管制令落实期间 醉酒开车导致车祸的事件频频发生 武器安曼交通执法级调查局今天就列出数据 那过去两年半里头 我国发生了70宗因为酒驾而引起的伤亡车祸 共造成了29人死亡 41人受伤 全国总警长阿多哈密今天也说 那警方单单在过去5个月啊 就已经逮捕了超过800名涉及酒驾的司机 针对类似车祸一再发生 联邦直辖区部长安努亚穆沙 早前就建议地方政府应该要停止发放新的卖酒执照 直到政府拟定新指南为止 那很快的吉隆坡市政局从昨天开始呢 已经冻结了所有卖酒执照的新申请 那其他的州属会不会跟随吉隆坡市政局的做法呢 吉打大臣穆罕默沙努西 今年主持州行政议会后表示 吉打州政府目前还没有讨论有关冻结新卖酒执照的事宜 不过一旦中央政府落实冻结发出新的卖酒执照 吉打州政府将会跟随中央的脚步 那由一党执政的吉兰丹州 会不会跟上吉隆坡市政局的脚步呢 但州府大臣穆罕默沙努阿玛表示 州政府不打算冻结卖酒执照的新申请 因为州政府已经有自己的政策 到底禁酒能不能够有效降低不必要的车祸 那行动党国会议员蓝卡巴辛昨晚发文告炮轰中央政府 在没有发布任何数据来证明冻结卖酒执照新申请 能够有效降低酒驾意外的情况下 就扬言要冻结执照申请 那这样将会导致业者呢面对难题 蓝卡巴辛在文告中重申 现在唯一能够解决酒驾的方法 就是落实更加严厉的惩罚 他希望国会能够在7月赴会 并提成修正案 那到时西蒙呢肯定会鼎力支持 虽然蓝卡巴辛反对冻结酒牌的做法 但槟城消费人协会今天发声明呼吁房地部 暂停对全国发放新的卖酒执照 并认为只有更加严格的法律才能挽救公众的性命 槟城消费人协会也抨击 酒驾车祸不是意外而是谋杀 那醉酒开车的司机呢 已经无意间成了凶手 该协会就希望其他州属 可以跟随吉隆坡市政局的脚步 采取同样的措施 直到交通部呢 推出新法案为止